看到武警官兵的到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急救人员赶来求助 在武警官兵的护送下 医护人员迅速在延安路沿线 对20多名伤病员展开了救治 这个救护车现在要求我们掩护他们 回到他们医院 距离我们大概有100名左右 在武警装甲车的掩护下 受伤群众被迅速送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进行救治